经济部长说 GMP新制 严抓黑心厂商 国内再报黑心油食安事件 冲击民众消费信心 经济部长杜子军 昨天接受苹果专访时 痛批厂商没良心 这家回收收水油的这家厂商 我觉得它对人民生命健康财产 这个完全不重视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种事情在大陆发生 我觉得是还可以理解 可是在台湾发生 我觉得完全 我想社会大概都完全无法接受 由于被牵扯的强冠及卫权 都是GMP大厂 引发民众质疑 GMP到底有无在管控 这个猪油部分 它本身不是GMP产品 但是强冠确实是GMP厂商 它有70几个油品里面 有十几种是有GMP厂商 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 可是对消费者来讲 搞不清楚 上一次这个感染油事件之后 我们就要求说 要把制度改成全系列 就是以强冠为例 如果它没有这件事情 我们也要求它在一年内 它这七十几种 要全部都要有GMP 只要有一种不符合 就全部不符合 卫权也是同样物理 将来要变成全产品 全系列的部分 陆子军强调 GMP改革新制 方向是正确的 其实我们那个改革 是从四月一号开始 大概要一年内 要把它做完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间 很遗憾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我们把它全部 这个制度改革完之后 这种情况应该就 会减少发生的机会 董新闻综合报道